时代方便面 五公斤炸鸡 近年来 吃播越来越红火 成为新兴的网络直播行业中 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 然而 有许多吃播主播 通过暴饮暴食 塑造大胃王形象来吸引关注 8月17日 北京世纪谈医院 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红 对中心设计者表示 虽然每个人的食量 受胃动力影响有所不通 但一餐的份量 一般不应超过1000毫升 刘红说 急性胃扩张最极端的情况下 可能会造成胃穿孔危及生命 此外 一些吃播主播 为了达到极端大胃王的效果 选择催吐 假吃等方法 浪费大量粮食 遭到不少批评 对此 刘红指出 从医学的角度 主播进行催吐 对其胃部也有很大伤害 虽然说这个减轻了胃肠道的负担 但是你把呕吐 它毕竟是一个 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运动 它是一个胃的一个逆蠕动 正常我们胃的蠕动 是有趣的蠕动 它是把胃里面的东西 排到肠子里面去的 你现在就要一个 用一个动作 把胃里面的东西 都返回到食管里面来 再返回到口气 再吐出去 那这个 对于这个胃的这个奔门口 就上面这个口 胃的上面这个口 它的压力非常大的 然后一下子猛烈的一个呕吐 然后呢这种情况就会 对这个粘膜的造成损伤 严重的会引起来 那根本粘膜撕裂 会引起它出血 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危险的 刘洪强调 如果长期催吐 人的正常食欲 也会受到影响 因为我们吃饭嘛 它对这种神经反射 有这个胃肠道反射 你反反复不得 一个吃进去的再吐出了 吃进去的吐出 对我们的神经是有刺激的 然后这个 对我们的进食也是有影响的 刘洪建议 饮食的时间 分量应该规律 并且细嚼慢咽 这既能够节约粮食 也有益于胃肠道健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